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亦,关注刘亦美食每天教你一道好吃又实用的家常菜 今天分享的是炸鸡米花 用一个鸡腿炸了这么一大盘的鸡米花 又香又脆,是这非常的过瘾 小朋友和女士的最爱 今天我做炸鸡米花,选择的是一个鸡腿 用鸡腿肉做鸡米花 味道吃着更香一点,口感更好 当然用鸡胸肉也可以 首先把鸡腿化开,然后去掉大骨 从鸡腿中间这个位置开个刀口 然后用手一掰 往下一摁,这个鸡骨头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把后边这个骨头慢慢的剔掉 踢出来了 然后在这一面用刀划上小口 这样在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然后再切成小条 这个条不能切的太宽了 切成小点的条 再切成小丁 切好,放入盆中准备腌制 把姜切一大块 然后拍破 把葱 拍破 然后切成对 把姜和葱拍破 再来腌制食材 更容易出味道 然后放入盆中 把盐先放入姜葱上边 胡椒粉 料酒 先把姜葱抓一下 抓出姜葱汁 然后再来腌这个鸡腿肉 味道更香 拌均匀 腌制个20分钟 让其更入味 先来看一下果圆的里脂素 大里脂要熟了 20分钟后 剪出里边的姜葱不要 再放入一勺蚝油 生抽 香油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在里边放入细的辣椒面 搅拌均匀 打入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放入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好 这样腌制一下 让鸡肉吃起来更嫩 更香 更入味 然后准备黄色的面包糠 把面包糠的中间 稍微扒拉一个窝 放入腌好的鸡丁 裹匀面包糠 最好是用手摁一下 让面包糠粘得更紧一点 如果想效果更好的 就用手这样团一下 出来还就是圆的 让面包糠均匀地粘在这个鸡肉上边 OK 准备好 开炸 这是一个鸡腿 看做出了这么一大盘 非常的实惠 起锅烧油 倒入干净的色拉油 把油温烧至五层热 然后开小火 下入鸡米花 下的时候别砸到自己的手 好 先静置20秒 用漏勺 稍微轻轻地推动一下 打掉里边的面包糠 小火炸一分钟 然后开中火 再继续炸至一分钟 然后捞出 为了让鸡米花的口感 吃着外酥里嫩 再复炸一次 油温升至四层 开小火 下入鸡米花 再炸30秒 好 勺子轻轻地推动一下 好 关火 这样就可以了 快听下这声音 非常酥脆地 放入盘中 好 用一个鸡腿就炸了这么大一盘 鸡米花就做好了 又香又酥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就关注我 美食每天更新